共鸡频频侵扰台湾 先前曾以铁海30公尺 低飞闯进台湾西南空域 突破空防雷达死久 被质疑恐怕与史上最大共谍案 泄露空军机密有关 台湾史上最大共谍案 幕后主席谢习章 1997年以港商名义来台 潜伏台湾22年 检调掌握 他从2006年起 受中共军委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 以聚残招待出国 提供机票、现金等手法 向外扩散发展组织 在高雄渗透海军 在北部吸收空军高官 除了企图吸收前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外 曾任空军司令的退役二级上将 沈国珍也遭接触锁定 我们有增加了一个处罚的太阳 就是如果把军事机密泄露交付给外国政府 人民、大陆地区的人民 港澳地区的居民 或是派遣制人的话 也要列一个增加的处罚 严防共谍渗透 行政院会今年4月 通过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加重现役军人泄密刑责 台湾共谍案层出不穷 但多被判处轻刑 前共军上尉郑小江判刑4年 周鸿旭发展组织案判刑1年2个月 前海军中将科正盛案判刑1年2个月 工党主席郑昭明父子 为中共发展组织案 或轻判10月1年 共谍渗透台湾秘密取得情报 国安单位曾估计中共间谍在台约有5000人 过去15年来破获的近百件共谍案 几乎都集中在军事机构 外界关注 共谍案是否会影响台湾与美国等盟邦 在安全关系的合作 学者郭育仁指出 这的确会影响军售和安全合作 美方也曾与台湾沟通 盼在国家安全填补漏洞 而国安漏洞也会让美方现阶段 不考虑出售F35战机等先进军备 担心会有泄密风险 新唐人雅的电视 整理报导